HELLO 疫情和期間大家過得怎麼樣呢? 我是大寶皇Johnny 歡迎來到法王吉思通 幫助大家的保險權益更暢通 法王吉思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施打COVID-19的疫苗產生不良反應死亡 到底保險賠不賠? 認為要賠的朋友請在下面輸入123 認為不賠的朋友請輸入456 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回答 現在開始 好 謝謝大家的回答 法王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感染COVID-19死亡 跟施打疫苗後產生不良反應死亡 兩者之間保險權益差別在哪裡? 我們剛剛問題的答案就在影片中 要看仔細囉 以下法王分兩個情形來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情形是染疫死亡的情形 感染COVID-19死亡 無論是快樂缺氧窒息死亡 或者是因為本身患有慢性病引發相關的病發症而死亡 都歸類為病死 下面這名書上所記載的死亡原因都會是疾病 這個時候人獸保險只要是有死亡給付的 受益人都可以向人獸保險的保險公司請領死亡保險金 但是在意外險方面 因為疾病死亡不符合意外險 只賠意外事故的條件 也就是說疾病不符合外來、突發、不可預見和非疾病的條件 因此染疫死亡在意外險是不賠的 第二種情形則是單純的注射疫苗死亡的情形 最近我們常常聽到 本身沒有染疫去注射疫苗 卻產生不良反應而死亡的零星案例 這個時候保險到底賠不賠呢? 訪問以下三點來跟各位說明 第一點是疫苗險的情形 許多疫苗險的保險公司 它本身就對於接種疫苗死亡 提供了三藏費用保險金的補償 這個時候受益人當然可以向保險公司請求三藏費用保險金 第二點如果沒有疫苗險 但是投保有人受保險也沒有問題 因為人受保險除了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以外 基本上對於其他的死亡原因都是禮賠的 這當然也包括施打疫苗產生不良反應在內 第三種情形就是現在討論的最熱門的意外險 施打COVID-19的疫苗產生不良反應而死亡 意外險到底賠不賠? 最近保險局有出來說明 這個情形應該符合意外 保安想要過去自己處理的一個案子 也認為符合理賠的條件 我們從意外的四個要件來看 第一 預防性的接種本身就不是在疾病的狀態 第二個 施打的疫苗其實是一個壞例 也就是具有壞來性 第三 施打疫苗的人一定不會用施打疫苗的方式故意造成自己身體的傷害 因此對於死亡的結果是不可預見的 最後一個也符合突發性的要件 因為施打疫苗的人 他的原始的意願是希望施打了疫苗之後增強自己的抵抗力 所以產生不良反應導致死亡的結果 這跟原本自己想要增強抵抗力的預期是相違背的 這樣相信大家都聽懂了 好了 不管你剛剛是輸入123或者是456 法王都希望大家在疫情的期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記得喔 最新最即時的保險學醫的資訊都在法王即時通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